吉品夫妻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极品夫妻 这是由对夫妻主持的谈话性节目 希望在聊天的过程中 带给大家欢乐的时光 我是魏惟 我是徐宝宝 欢迎透过Facebook联络我们 在脸书搜寻极品夫妻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咯 这一集我们想要聊一聊一款游戏 萨尔达之梦岛 萨尔达传说之梦岛 对 没错 全名是这样 不过在正式聊这款游戏之前 如果听众没有在玩游戏的话 但是好像有听过 萨尔达传说这个游戏的名字的话 我想要说的是这款游戏 萨尔达传说的游戏的主角 大家常常看到那个戴着绿色帽子 告诉杀怪的那个勇者 他不叫萨尔达 帮大家理清一下 是的 这个游戏的主角就是林克 那玩家就是整个游戏几乎都是在操纵这个林克 那目标是要去救萨尔达公主 这样的设定叫萨尔达传说 主角是林克不是萨尔达 Link Link 对 就是那个Link的Link 我想说很多没有玩游戏的可能听到前面就 我要把它关掉 不过在关掉之前帮大家补一下 就是如果你听说 跟人家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萨尔达传说的主角不是萨尔达 或者说萨尔达应该说操控的人物是林克 是啊 对 好 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萨尔达传说之梦岛 这个是一款任天堂的游戏 那27年前它是在Gameboy上面的一个游戏 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Gameboy吧 这很难讲 现在年轻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我有听过Gameboy 你是听过你没有玩 我没有玩 那不是你那年代流行的啦 对 我那个年代 在Gameboy流行的时候 我好像很认真在读书了 Gameboy是我小时候流行的 大概就是 我很小 大概两岁的时候 我知道了 可能是我在做DJ的时候 就是 有一段时间我在做DJ 在玩音乐的时候 没有玩游戏这样子 完全跟游戏脱节 就我有段时间是脱节的 那是这样子的 我在YouTube里有一个频道 然后大部分来我这个频道的观众都是在看我玩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 那我上传了很多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攻略 那大家都会因为查攻略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到最后我几乎玩其他的游戏 录的影片的点阅数 都跟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点阅数差很多 反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我的频道就变成一个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频道 所以热天堂有发表说 我们要上一个萨尔达传说新的游戏哦 叫做萨尔达传说之梦岛 就是我们要讨论 今天要讨论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的很多观众都问我会不会玩 问我会不会录功率 那我第一个时间 其实不是很看好这款游戏 虽然是萨尔达传说 也都叫萨尔达传说 不过这是两款完全不一样的游戏 应该算是萨尔达传说的系列 然后有不同的 不同的名字就表示是不同的游戏哦 不是都是萨尔达传说 就是都是同一种游戏 那之前 但是目前我们要讨论的是 都是在任天堂的这个平台发售的 然后是用Switch玩 对 可是是很不一样 就是几乎是两款游戏 就对了 两款不一样 除了主角都叫林克 嗯 那有蛮多不一样的 那我一开始不是很看好这个游戏就对了 为什么 我想要讲一下 就是这是很不同的游戏 那之前我玩的萨达传说 旷野知识是一款开放世界的游戏 然后人物还蛮卡通的 你就感觉好像你自己在看一个卡通 然后跟主角到处冒险 然后游戏的时间很长 之前那游戏游戏的时间很长 我录了四百多集 快要五百集的影片 五百个影片 快要五百个影片 都在录萨达传说话 就是游戏很多内容很丰富就对了 充满支线任务 然后神庙解密 还有打各种怪 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然后最后终于救到了公主 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然后萨达之梦岛 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游戏 就是一个很短的游戏 一个上个我录快要五百集 那这一个呢 我录二十几集就录完了 二十一集二十二集就录完了 就很短 然后这个游戏没有要救萨达公主 事实上这款游戏没有萨达公主 就是一款没有萨达公主的萨达传说 哦对 女主角是马铃 对 从来没有出现萨达公主 冒出一个马铃 那人物设计方面 虽然也是很卡通 不过跟萨达传说 就是上一个 萨达传说话也是完全不一样 现在这个萨达之梦岛 这个人物设计 你就感觉好像 好像是那种塑胶玩具的感觉 小朋友在玩那种塑胶玩具 那光照到那玩具有那种 塑胶玩具发亮那种感觉就对了 可是这比较贴近早期 Gameboy上的萨达传说系列的作品 对比较贴近呢 因为它是一款 就是刚才老婆讲的 是一款重制的游戏嘛 原作是1993年 在Gameboy上面发行 那因为它是一个重制游戏 所以它为了要跟之前的游戏 就它其实跟之前游戏的内容 游戏的内容上面几乎一样 只是它画面从2D变成2.5D 对就是画面 就是美术的呈现有点不太一样 对只是美术的呈现不一样 然后它就是 怎么讲呢 是有点3D的人物 看起来是3D 可是其实它们都在2D的平面上面活动 2.5D啊 对 那它就是因为以前那种Gameboy 它们就是人都矮矮的 小小的那种二头身的感觉 就是腿短短的啊 身体啊 Q版的 Q版的 你可以这样想 就是 然后就像玩具一样 就感觉好像在操纵玩 一个玩具的感觉 就是跟萨达传说 旷野之情差异很大 就你一看 就觉得差异很大 就是它的人物设计非常不一样 然后游戏的内容啊 长度啊 都很不一样 没有萨达公主 而且场景不在海拉鲁王国 对 在一个小岛上面 在可湖岭岛 还是可灵湖岛 反正就是这几个字拼成 在一个岛上面就对了 然后它这个是一种2D的那种感觉 它是3D的人物 可是在2D的平面地图上面玩 就萨达传说旷野之情 像上一个游戏啊 就是真的是在3D世界里面游玩 可以爬山啊 然后可以用滑翔翼啊 到处飞来飞去啊 这样子 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游戏 所以第一个时间 我是不是很看好这个游戏 就刚才你问我 因为很不一样 然后它那个不一样的方法就是 看起来好像不会很受欢迎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在萨尔达之梦岛之前 Switch上面还有另外一款游戏叫做 节奏海拉鲁 节奏海拉鲁也是一款萨尔达传说的游戏 海拉鲁王国是萨尔达传说这个游戏的 故事架构里面的背景 就是它的所在的地区 就是林克的王国 所以中间这款游戏叫 节奏海拉鲁 也是在讲林克的 那有萨尔达公主 对然后有萨尔达公主 那我为什么会觉得 我觉得它跟萨尔达传说之梦岛 蛮像节奏海拉鲁的 因为它们的人物都是二头身 都是矮矮的 然后它们相同就是 它们也要收集很多乐器 就打完怪以后会得到乐器 然后它们都在2D的地图上面进行 没有而且原本萨尔达传说的 那个系列本来就是这种矮矮的人物 然后节奏海拉鲁跟 那个直梦岛很像 更像是因为它们的那个做法都是 人物是3D的 然后在2D的平面上游玩 我觉得 节奏海拉鲁更像2D了 又更像2D 对 因为之前节奏海拉鲁要出的时候 我的观众很多人都看我玩 萨尔达传说 所以也说 喂喂你要不要玩 节奏海拉鲁 结果我玩节奏海拉鲁 点阅率奇差 没有人要看我玩 节奏海拉鲁 奇差 对 所以 那时候我在看到 萨尔达传说 知梦岛的时候 看起来画面有点像 节奏海拉鲁的时候 我就有点担心 觉得 可能会很惨就对了 就是我 我因为我都爱玩萨尔达传说 所以我一定会玩 然后 可是观众的反应 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好 可是我觉得节奏海拉鲁 比较少人玩 可能是因为它 就是在游玩的自由度上没有那么高 然后它可以去探索的细节变得很少 因为它主要就是着重在那个节奏 然后音乐节奏 然后杀怪 收集乐器 就这样 对 它也有一些神庙 不过它的神庙不像 知梦岛这样子 或者像萨尔达传说 快野知识这样 就是有 就要解谜 它不像解谜就对了 而且玩起来感觉 你的体验感比知梦岛更短 对 我觉得差不多短 差不多吗 差不多短 我觉得知梦岛比较长一点啊 节奏海拉鲁 对更短 因为它根本也少了解谜的 那个元素 而且不太会迷路 知梦岛比较会迷路 所以我就说 就是我说它探索的细节更少啊 你就是这样玩就对了 这也是我觉得 萨尔达之梦岛比较会成功的原因 跟节奏海拉鲁 有点像 但是还是会成功 我觉得还蛮成功的啊 就是我的频道 点阅率都蛮好的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超越 旷野知习 是没有办法超越 但是还不错 旷野知习 我真的觉得旷野知习 真的是大作 太大的大作了 而且是刚开始 那个switch刚开始 大家都会玩那个游戏 对 而且整个就是 养大大家的胃口 因为它的自由度 真的太高了 然后可以游玩的 各种可能性太多了 真的 很多 那个 网路上面啊 因为它是种3D的 它是种物理引擎啊 所以 很多玩家 都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玩法 比方说 把自己炸到 用炸弹 把自己炸到 那个 世界的外面 这样子 我会这样 或是炸那些NPC 让那些NPC可以移动 然后就会有很多 很奇怪的效果 会跑出来 比方说 你把一个NPC炸到 很奇怪的地方 那NPC会 本来是趴在一个墙上面 或到最后会趴在 林克上面 好像他在亲林克的感觉 还跟抱着林克在亲 也会为了拍照 对对对 或者是 可以把自己 打到很高的空中 这样子 因为物理引擎的关系 有时候有bug这样子 反正就有很多 这样子的事情 不过讲到这边 其实 芝梦岛也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 如果你用芝梦 在芝梦岛里面 也有一个炸弹 炸自己的话 也可以把自己 炸到地图外面 我看到有人这样子玩 炸到地图外面 炸到 比方说 最下面的是一条河 然后 你可以把自己 炸到河的外面 那就可以 不用通过一些陆地 然后直接 比方说 从海滩上面游到 那个右边的 那个沙漠那边去 那如果你在 比方说 最后要到一个圣诞那边 那如果在圣诞那边 如果把自己炸掉的话 可以炸到圣诞的外面 就平常走不到的地方 什么叫圣诞的外面 就是圣诞的外面 好像是一些山啊 那如果是平常 你都走不去 山上有一颗蛋 那个叫圣诞 你会想说圣诞的外面 是什么东西啊 圣诞旁边的一些路 本来也没有办法走到那边 可是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炸 炸出地图的话 你就可以走到那些地方 就对了 然后走到那些地方会怎样 没有怎么样 然后有时候会走不回来 就 玩家就是 有时候会追求这些 特别的玩法 然后之梦岛就比较少 这样特别的玩法 那 之前就比较多 不过我想要拉回来 就是我觉得萨达传说 之梦岛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神庙解谜的部分就对了 然后我觉得节奏海拉鲁就没有 然后萨达传说之梦岛这个神庙解谜设计很巧妙 如果大家有玩过的话 那如果还没有玩过的话 也推荐大家去玩 我觉得跟萨达传说旷野之息不太一样 就是 之梦岛它的解谜的过程 就是 它是有好多个房间 然后在里面走来走去 很容易迷路这样子 会走到绕来绕去绕不出来这样 那 呃 旷野之息比较是真的要解谜的 就是你要把一个东西拿到哪个地方去 就可以打开哪个门啊这样 那之梦岛比较像是 比较像是 呃 要认清哪条路可以走到哪个房间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蛮有趣味的 就是那种解谜的元素 那 后期啊 这比较复杂 后期有个叫大纠塔 它不仅有很多很多房间 它还有很多楼层 就是不仅有很多房间会让你迷路 而且 某一楼会通到某一楼 然后要走哪个楼梯到哪边这样子 你会完全会迷失在里面就对了 我觉得设计的蛮巧妙 然后最后一个什么叫乌龟岩也是有很多密道 然后绕不出很容易就绕不出来 我觉得玩的蛮有趣的 嗯 然后把每一个房间都截图下来 老老实实的把每一个房间都拼起来 看哪个房间会到哪个地方 如果有密道的话 我会把那些密道用线把它标示出来 对因为有些密道是你从这个入口进去 然后会从那个出口出来 对 可是如果你看只看单纯你在那游戏里面打开地图看的话 因为它有个按钮 某个按钮是你按了可以看全部地图 那你按单纯在游戏里面看地图的话 你不一定看得出来 那个密道从这里进去是从哪里出来 对 所以花了很多 尤其是最后两个神庙 就是太复杂了 你就会自己做有什么三层楼啊 这个楼梯会到哪个楼梯啊 那真的是需要很努力的去研究一下 所以知梦岛其实在后期 它游玩上还是有一点点难度 对 我猜是很有难度 也是需要花些时间去研究 或者是去找攻略 或者是去解谜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看那个攻略 还蛮受欢迎 大家没有那个矿 那可能就是因为节奏海拉鲁一方面是 格局太小 然后一方面是玩起来比较简单 所以根本不需要看攻略 所以你的影片点阅率就变低了 可能是这样子吧 那我觉得知梦岛很好就是 它每个神庙拿到的道具 都跟下一个神庙有 或就跟之后剧情有关系就对了 你可能要拿到某个道具 才能解后面的神庙 它连贯性比较紧 然后有一定的顺序 不像旷野之息它是比较自由的 你不一定要按照那个步骤先到这个神庙去解 或是先到那个神庙去解 对 那这个 那个 知梦岛就是比较有一个顺序 对 它就是你必须要先 先解这个 你才能解那个 如果你先找到了B 但是你A没有解的话 也是不能解喔 因为你会缺少一些道具 没有办法解 对 然后像 你看像 里面有一些 你要拿到游泳的蛙鞋 才能到 那个叫链鱼大嘴的神庙 要进了链鱼大嘴的神庙 才能拿勾索 拿到勾索才能去后面的神庙 或是像它有一些那种地洞的地图啊 就是你譬如说你可能 进到了那个地洞里面去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悬崖 你就是跳过去 因为它一次只能跳一格 然后它可能给你一个两格三格的长度 你就是无论如何就跳不过去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一个神庙没有解 你还没有拿到你相对应的能力的道具 对 所以你就是解不了 即使是你已经 跳过重重困难 找到了这个地洞 但是你进去了 你就是过不去 还是没有 那我就觉得它设计 而且它的地图很小 没有像荒野之席那么大 小很多 就是一张小地图 跟荒野之席比是小很多啦 但是也没有真的到很小 还是要花时间探索 花时间不多就是 地图不大 不过它却 就是在把所有的神庙 所有要解决 全部塞在里面 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甚至有些神庙是 你无法一眼就看出来它是神庙 它是神庙 某一些事情 你做了以后才会跑出来那些什么 我觉得 萨尔达传说的系列啊 好玩就是好玩在它的那种 意志的程度 就是你真的要花些时间去解 然后它也不是说 特别的刺激紧张 但是还是有含有这种成分在 可是不是特别的刺激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玩那种 刺激紧张的游戏 我觉得 或者 我自己觉得啦 玩游戏很多时候就是疏压 或者是你 可能下班之后休闲之余 然后想要找个 找个事情做 还打发时间 然后或者是 想要就是 玩游戏 然后放空自己 或者是玩游戏 找乐趣 如果你要是玩那种 太难或是太紧绷的游戏 像我就不喜欢玩那种 太难太紧绷的游戏 什么打斗啊 射击这种 我就会觉得更紧张 我觉得没有办法疏压 可是像萨尔达传说 这种就不错 芝梦倒我觉得不错 芝梦倒我觉得不错啊 人物又可爱 怪又很好打 对啊 就虽然有打斗的成分 可是怪并不是很难打 他不是很着重 那个打斗的技术啊 对 对就是 也是有 可是都是小部分小部分 因为你也不能缺乏那种元素 又太无聊 然后都蛮可爱的啊 大大的这样子 二头身的 Q版Q版的 然后对 我们最近买了switchlight 是的 然后我老婆有一台switchlight 所以她在switchlight上面 是我的今年的生日礼物 哈哈哈哈 就在那边玩芝梦倒 就蛮 我觉得在上面玩芝梦倒还不错 就是switchlight是一个掌上型的游戏机 就是早期任天堂可能比较多人知道gameboy 那现在的话就是换成switch系列 然后她在去年还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有出了一个switch 然后就是比较2017年两年前 对比较大型一点点 没有没有到太大 她还是长上型 然后可以连接一个连接器 就可以外接到电视萤幕 或者是你的电脑萤幕 变成大萤幕的游玩的游戏机 那她在今年的时候 9月份又推出了一个switchlight 就是比较轻 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她就是长上型游戏机 然后她也只能否长上型 她不能再外接到大萤幕上去 可是相对来讲价钱就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有些游戏在小 就是在长上这样游玩的话蛮不错 体验感也不错 就是不一定每个游戏都是要连接到电视去 变成电视游乐器玩的游戏 像我觉得骑路旅人也蛮适合的 对 但是有一些需要互动的游戏 可能还是需要大萤幕玩 是体验感比较好 所以我们家两款游戏机都有 就是这样 因为不同游戏有不同的需求 对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有录了一集switchlight 在第69集的时候 极品夫妻第69集 我们有录了一集节目 然后标题叫做 任天堂switchlight游戏机你会买吗 会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 因为那时候有发布switchlight的消息 所以我们就有针对了这个主题 然后录了一集节目 如果有兴趣想要就是了解switchlight 这个主题的话 可以到那一集去听 第69集 然后在 第45集的时候 我们有录了一个 萨尔达传说好玩吗 这个是针对 萨尔达传说的 旷野之席 游戏内容去做 一个内容的介绍 跟我们自己游玩的心得 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 萨尔达传说 旷野之席的内容的话 可以到极平夫妻第45集 去收听 哇不知不觉我们就 录了那么多集 真的是不知不觉 对啊 我们还继续录下去 虽然我们更新的频率没有 真的到非常的频繁 可是还是固定 几乎每个月都会推出新的一集 对 希望目标是两集 然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一集 其实常常是我们 真的不知道要录 就是那个主题 就如果大家希望我们 聊什么主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一方面是主题啦 然后一方面是 就是 因为我也有在录影片啊 然后我们还要抽时间玩游戏 太忙了 所以 对啊 忙着玩游戏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 比较少人在收听广播节目 嗯哼 比较少 可是我知道还是有很多 我们 听众都在等我们 推出新的 广播节目 感谢感谢 希望说可以收听 要说啊 读书的时候听啊 通勤的时候听啊 工作的时候听 什么时候听啊 我觉得喔 真的 好感谢喔 我们也是很喜欢录 那个 就是记录一下 目前生活上面 碰到的事情 所以继续录这个 广播节目 广播节目 所以目前暂时 我们其实都是 还是会一直持续的更新下去 没有要停播啦 对 不要紧张 有些观众 有些听众会问啊 就是 呃 可能说 因为像我老公 他有在YouTube直播嘛 还有 还有放每天都 每天喔 日更喔 日更他的那个影片 然后 就会有一些观众在底下留言说 啊鸡皮夫妻是 没有啊 录新的了吗 要停播了吗 没有更新了吗 之类的 没有 还有继续更新 还是有继续更新 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都会 都会更新一到两集 目标是这样 嗯 当然如果状况好的话 三集也是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啊 很小 除了那个一开始在录的时候 觉得很有冲劲的时候 一开始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 有一个月三集 那时候还想说 哎呦 买那个 那个 podcast那边 网路空间 要买大一点 好险 那时候没有冲动买很大 就知道一个月 不会录那么多 但是我们还有在录就对了 好 现在回到那个 萨达传说知梦岛这个游戏 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 还有一个很 很不错的机制 就是换道具的机制 什么意思 换道具 换道具 不是有玩也有玩过 就是我们先钓了个 要锡的塑像 然后用那要锡塑像 换了什么 彩带 到个家人 先在那个道具店里面 就抓娃娃机那边 抓一个要锡的塑像 要锡的玩偶 哦 它那个游戏里面 有一个抓娃娃机 然后是有雕像系统 对 它就是可以有一系列的 那个怪物的娃娃的雕像 可以抓 真的是抓娃娃哦 而且我观察过它的那个 物理机制 对 真的很像真的在抓娃娃 是真的 它那个掉落的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碰撞 的那个范围啊 什么的 很厉害 做得很厉害 真的很像是 一个物理的环境 彩带 到一个家里面换彩 然后用彩带 给了一个小狗 那小狗就 给了狗石 用彩带换了狗石 然后狗石 又到一个地方去换了罐头 就很多香蕉的地方换了罐头 你要全部讲吗 然后用罐头又换了香蕉 然后香蕉 在猴子要搭桥的时候 就拿到了木棍 然后木棍呢 就给了一个叫塔林的人 然后让他搓搓搓搓那个 蜂巢 然后就得到蜂巢 蜂巢就换到 跟东吴村的厨师换到凤梨 凤梨又换了一个朱锦花 然后那朱锦花又换到了琴叔 琴叔又换了扫把 扫把又换了 吊钩 吊钩又换了珍珠项链 珍珠项链换到贝壳 贝壳 就到那个 呃 有个地洞里面拿到透视镜 然后透视镜 因为透视镜 可以拿到回旋标 讲完了 嗯 哦 那我可以醒了吗 就是 你可以拿到那个回旋标 如果你一路这样下来 不过如果中间停下来 没有换到任何一个东西的话 没有回旋标 还是照样可以过关 就是 呃 我觉得 也是很不错的设计 就不一定要 真的做到某些事情 就是它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啦 嗯 然后如果 就是得到充斥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你可以到图书馆里面看一本书 看一本书以后 接下来你去一个目的 然后去增加你的攻击或防护能力 可是你也可以 不要做这件事情 也可以完全破关就对了 嗯 就是 有点自由 我觉得 呃 是这个这个可以触发 可以跳过 就是觉得蛮不错 而且在换东西的时候 有一些 故事 性 我觉得 这样的设计也很棒就对了 所以 然后 这个地图又这么小 然后又这么密集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作用 我觉得设计的真的超好 难怪会被重置 嗯 值得被重置啊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怪又不是很难打 我觉得对很多玩家也是很友善就对了 并不是真的要让你打怪就对了 嗯 嗯 觉得这这款游戏还不错 如果大家没有玩过的话 欢迎大家 试试看 那如果大家卡关的话 欢迎大家看我的攻略 或者是你在 在猶豫 听我们这样讲觉得有点兴趣 可是又在猶豫说到底要不要玩 可以到Youtube去找未未的频道 然后搜寻 萨尔达传说之梦岛 或是直接搜寻之梦岛 也可以找到他的 这个系列的播放清单 然后你可以看他游玩的过程 再来决定说 要不要来入手这款游戏 嗯哼 我觉得这款游戏有一些缺点 他缺...第一个缺点就是 太短了 你不能拿他跟... 矿野之西比 跟很多游戏比起来都是 跟很多游戏 现在的游戏比起来都是比较短一点 就对了 因为他是很久以前的游戏的重置版嘛 好哦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说什么 真的啊 但是... 每一个游戏有每一个游戏的长度啊 真的啊 那我还觉得这款游戏比较... 让我觉得比较... 嗯... 有点失落 就是这款游戏比较少... 缺少一些很特别的奖赏机制 我在游玩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抱怨过 就游戏的过程中 如果你... 这个... 完全没有在... 从一开始玩这个游戏 到你结束破台以后 如果中间完全没有死掉的话 会有一个彩蛋 就是在剧中的时候 有一个剧中的这个字幕 剧中字幕放完以后 会有两秒钟 如果你完全都没有死掉 会有两秒钟的特别画面 就是一个天空的画面 然后就秀出了女主角 一个马铃的微笑 然后有只海鸥飞走了 就这样 女主角出来笑一下 然后一个海鸥飞走了 如果你完全没有死掉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彩蛋 就这样 也是彩蛋啊 彩蛋只有这样 不过至少还有 然后... 这个游戏还有困难模式 那如果你... 玩困难模式 然后... 过程中完全没有死掉 就是比较难 然后人家打你比较痛 然后你打人家比较不痛 然后这样过完了... 困难模式 完全又重新走一遍的话 会有彩蛋吗? 如果你完全没死的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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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两秒钟的动画都没有 我觉得非常的... 在游玩的过程中 没有死是很困难的哦 对啊 而且是特... 然后他又加了一个困难模式 我觉得困难模式 应该跟... 除了是... 比较容易死以外 应该... 全破 然后又没有死 应该有一个很特别的动画 哦... 你真的好厉害 没死 赞 赞 赞 这样子 应该会有一个... 之类的 对...一个小小的动画 或者小小的影片 或是解开一个什么 特别的... 图片 比方说... 这游戏的... 一个... 海报 或者什么的 你就解开了 就是... 解开了这个... 然后我可以分享到... 我的那个... 社群网站 说... 我解开了这样子 没有 没有 他不做这个 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做 我觉得有点失望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游戏里面有个... 自己可以做迷宫的挑战 然后你做完... 预设是要12个迷宫 然后你全部做完的话 12个做完的话 可以得到两个新的容器 跟... 一个神秘贝壳 就真的是一个奖赏 那... 你破完了12个迷宫以后 就是预设了12个迷宫以后 蹦蹦蹦蹦 又会跳出来新的... 额外的12个迷宫 然后这12个迷宫呢 新跳出来12个迷宫 我老大花了5个小时 解完12个迷宫 结果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 之后后面那个12个迷宫 就是... 每解完一个迷宫 得到300Ruby 就这样 解完以后... 我解完了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300Ruby 就是游戏里的那个钱 的名字叫Ruby 解完解完了 又可以得到什么 300Ruby 解完解完 300Ruby 后面的那个关卡 超难的 但是因为那个游戏啊 就是游戏里的钱啊 那个Ruby 没什么用途 然后而且300Ruby 并不是真的很大的数目 如果你玩完以后 那个钱 当然... 你等下要钱干嘛呢 我觉得玩家玩那么久的时间啊 就是... 像我花5个小时 解完12迷宫 我觉得花那么久的时间 就是为了追求完美 我觉得... 很应该有一个动画一类的奖赏 就是你解完12迷宫 你真的太厉害了 墙壁了 然后... 可是他没有 他就是很想要被称赞 他很虚荣啊 就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 他... 最后只是... 你全部解完以后 然后那个... 解迷宫的人会跟你讲一句话 就说 你把我的迷宫全部都解完 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啊 怎样 就我觉得蛮失落的 那你就失落啊 哈哈哈 就... 对啊 这就是我对于 这游戏的想法 我好像现在已经 就已经完全破关了 这样 嗯... 嗯... 我的... 我的一些小想法 想要分享给大家 哦... 对啊 好哦 好吧 就是这一集的奇迹品夫妻 那... 如果大家还没看过我频道的话 也欢迎大家到YouTube 搜寻魏维 有很多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 还有萨尔达之梦岛的攻略 嗯... 那接下来 就应该是要等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 第二集 去职 应该是夏年会出 就是玩... 接下来要玩的 萨尔达系列的游戏的话 应该是这个 对不对 嗯... 那这集就到这边咯 感谢大家收听 那我们下集再见 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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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